马来西亚位于东南亚的核心地带 是一个多元文化、多元种族的国家 三大种族共存共荣 世代生活在这一片人节地灵、富饶昌盛的国土上 马来西亚中华文化教育中心坐落于雪兰俄州 中心的导师世敬空老教授 一生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 宗教团结 仁爱和谐的社会教育工作 一、二、三 为万圣迹绝学 为万事开开明 老教授提出 如果要有效地化解冲突 进而达到世界和平 只有推广伦理道德教育 通过教育构建和谐的家庭 和谐的社会 安定的国家与和平的世界 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丹斯里里经有先生的号召之下 马来西亚中华文化教育中心 得到世敬空老教授的认可 把老教授的办学精神 从中国如江传播到了马来西亚 中心教学宗旨 半般教学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校训 成、敬、谦、和 教学内容 地子归为主科 辅科为 孝经 理济学济 论语 德语故事 五种遗归 了凡四讯 严寿药盐和菜根坛 健康饮食 音乐课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心教学的运作方向 分为 幸福人生讲座 提供教学讲座 于全国各教育机构 企业及社团 传统文化师资培训 各语文源流 及多媒体教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 长大以后 能播种太阳 播种一颗 一颗就够了 会结出许多的许多的太阳 一颗送给 送给老爷爷 一颗送给 送给老奶奶 一颗挂在 挂在马来西亚 一颗挂在 挂在世界 挂在世界 和谐世界 重新作词 好